來到台南安平路旁的店面一整排布條 紅底白字相當醒目 看看這一些布條除了打卡的買一送一之外 有的店面掛的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掛布條 甚至還有我不拉好奇怪 我想要去看看的感覺啦 醒目 所以你們是看到布條過來 就被吸引過來 跨去來到安平的民眾就是衝著布條來消費 這一整排的布條光看字面還真的搞不太清楚 要廣告什麼 這一排店面大約有四間店拉布條 其中的第一間店掛的是我不拉好奇怪 就是賣臭臭鍋的 而第二間店掛的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拉 這是娃娃機店 而買一送一的是飲料店 最後一間隔壁瘋了嗎 我們是老店 是號稱穿越三代的牛肉湯 其中掛布條的這一間店 就是有著超過八十年歷史的牛肉湯老店 主打的品項紅麴牛肉跟蔬果牛肉湯 品項多也很有特色 牛肉肉質入口即化 是這一次布條中歷史最久的店 本來也是會問的感覺 但效果還不錯 臭臭鍋店面老闆娘指出幕後真正出資 掛布條的其實是飲料店業者 我們自己掛的話就沒有那個氛圍 所以我們就想說找隔壁的一起 把那個布條掛上來 這樣的話這邊就會形成一個景點 主打檸檬茶的飲料店 店門口的布條特別大 業者說當初營業的時候為了打知名度 想出了大家一起掛布條的創意 溝通其他的鄰居掛整排的效果比單打獨鬥的一塊布條 整排紅布條掛短短的兩個禮拜 掀起討論 三類新聞 王少爺墜容 台南報導 八叭多 四番三次 四番六條